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免签计划的网站 来个人申请 出身国家是台湾耶 那怎么有这个选项 你们叫China China 不信你们把自己的护照 拿出来看 没有台湾 来我把我的护照拿出来 有没有台湾 有没有台湾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收到很多墙内的中国朋友们啊 希望我拍片来干一位叫做 电玩科技AK的小粉红 中国网红大V 他在5月25号开了一个直播 在讲述他去美国的签证 被拒签了 他去不了6月5号的WWDC 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然后他在大概直播的49分钟后啊 就开始暴走的大骂台湾 还有我们台湾年轻人 他不仅在B站上等中国平台 有频道之外啊 YT上也有碍于版权的问题啊 我这也就不分享他骂我们台湾的片段了 大家听我口述就好了 我一个一个慢慢来讲 一开始啊 他说他被拒签去不了美国 但他直播的途中又说 他之前回国是有原因的 那这个回国应该是回中国 因为我也没有在关注他 所以对于他个人过去的一些过往细节 不是很清楚 我单单从这句话来判断 加上他自己YT上的地区标签啊 位置在美国 那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他前段时间 一年前两年前甚至五年前不知道 总之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在美国生活吧 然后他又说最近他才知道 拿到美国国籍美国护照的当下 有一个仪式啊是要宣誓效忠美国的字词 那这一点就让这个中国大网红 无法接受了 因为他觉得身为中国人 我应该要为中国人或是中国文化感到骄傲 我怎么能宣誓效忠美国呢 虽然我拿美国的护照 但我还是不能效忠啊 如果未来啊 中美真的开战 那我不是要成为伟大祖国的敌人吗 难道你要我提枪去S自己的中国同胞吗 我做不到 所以我不加入美国了 接着他还说啊 他不想要在美国被当二等公民 即便真的加入了 你永远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你永远是二等公民 我想说的是 在中国啊 对于一些收入不高的底层 或是农村人口来讲 即便在美国当二等公民 都比在中国三六九等强 一个农村人口在上海在北京 要入籍入户 摇车号多困难 各省间的地域骑士 也不输美国部分人歧视亚裔吧 所以为什么 尤其是今年中国走线到美国的人 这么多 而不是美国的人走线去中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冒着这么大的精神压力 跟身体上的摩难 途中非常的艰辛 这样去美国 那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从政策上 就是歧视了底层跟农村人口 而本来移民到新的国家生活 尤其是语言或是文化圈 差异很大的国家 本来就很难适应 包括日本人移民去欧美也是一样的 中国人移民去日韩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古艾琳 她在美国 她就没有感受到文化或是语言上有适应的差异呢 因为她从小就在美国出生成长 虽然她现在还是选择美国国籍的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中国大网红 她自己可能条件不合 无法顺利取得美国国籍 才在这边找借口 是我不想加入 而不是我不能加入 你看她连美签都被拒签了 你说她怎么还有条件 怎么还有资格加入呢 结果在直播到了49分钟的时候 有人就回答说 诶你可以试试看申请台湾护照 或是香港护照去美国啊 因为免签 结果她心态炸裂了 大骂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你TMD了 台湾护照不存在 台湾不是国家 not a real country 诶她就是这么激动 你们叫China China 不信 你们把自己的护照 拿出来看 没有台湾 对她就是这么激动 来 我把我的护照拿出来 有没有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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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China China CHI 是这样吗 对啊 这是中华民国 没错我没有否认啊 但也有台湾啊 对吧 我们把护照翻开 那写什么 活力中国 中国 活力台湾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标签也是 台湾嘛 台澎金嘛 对吧 她接着又说啊 台湾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就算你现在的护照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过几年啊 你们也要换 她这里意思就是 我们这本护照要换成 她的护照 所以呢 她缺不了美国 我们以后也缺不了美国 起码我们这个 要去申请美签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她又说 我接受现在所谓的 各自为政 分治状态 但这不代表你们能脱离中国 或是改名 她还表明啊 我不是小粉红 她还大骂台湾年轻人 对中国没有认同 没有认知 台湾年轻人的脑袋都坏掉了 装死 当然我这边是她大致上的意思啊 原话太长了 首先我想说 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 狭义上来说 以台湾为国民的国家 目前不存在 但我们在努力 但台湾就仅仅只是代表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两千三百五十多万 大家习惯用的一个名词 英国 它在英文上 有很多不同的名词 大家你想要怎么称呼 就怎么称呼 荷兰你也可以叫尼德兰 他们法律也最近通过 我们应该要叫尼德兰 而不是荷兰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习惯说 荷兰我们只要懂 它说的这个名词 代表着什么 啊这不就好了吗 我们再说到 国民党1894年 在夏威夷共和国创党 当时的夏威夷 还是一个国家 那中华民国是几年成立的 1894年吗 不对 1912年对吧 那1894年也不存在 以中国为国家名义的概念 对吧 所以一定是有这个概念 有这个理念先出来了 哦 我们大家想要建立一个 以中国为国民的国家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前走 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再从这个 你国的党 也可以发现 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 请问当时世界上存在一个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 1949年成立的 但是被联合国承认是 1970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21年存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49年 还是70年后 因为很多小粉红会说 加入联合国之后 才算一个国家 所以70年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 那共产党1921年成立 但是1931年啊 中共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一个国家 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不巧 在1937年啊 日本侵略了中国 中华民国为了不让全国给日本沦陷 才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合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自愿暂时的把自己贬为自治区 在中华民国的领导下先打赢日本再说 好那假使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侵略呢 那大陆土地上 从1931年就会存在两个国家 一个叫做中华苏维埃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就两个国家 现在也是两个国家 那到了四五年以后啊 日本战败 所以中共全面跟中华民国开打 1949年之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且中华民国至今没有被你消灭 这是事实嘛 你大陆的土地呢是掠夺中华民国的 但是你的法统继承 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传承的 对吧 因为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你消灭 中华民国也没有跟你签善让 或是大清的退位传位造输给你 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联合国上你的席次是承认大陆那块土地 你是当权代表 不代表台湾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 跟你中国的一中政策里面的定义不一样 台湾就是一个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嘛 只是我们对自己的名称上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所以我们接受自己 两千三百五十多万的国民来讨论 我们的国家想要叫什么名字 但你们不是我国国民 我们想要叫中华民国亦或是台湾甚至是福尔摩杀随便 这都是我们两千三百五十多万的共识 与你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伤害你的感情真是你玻璃心 而裴洛西访台是叫蔡英文台湾总统 上个月蔡英文去见麦卡锡 麦卡锡也公开说欢迎台湾总统 而这两三年以来非常多的欧美日韩的参访团来台湾 都是叫我们台湾或是台湾总统 前几天的英国前首相也是如此 所以显然这个电玩科技AK 他就是用流氓大一统的概念去看台湾人 认为台湾人大部分的文化语言 是从大陆这片土地上来的 且民政大清统治过部分台湾领土 所以台湾应该就都是中国的 好我们把台湾这个历史脉络套用在贵国身上 今天二战日本占领了中国 但日本发生了内乱 天皇派在日本打输了 天皇派西家带眷逃到大陆 把大陆说成是日本正统篡改历史 而日本本土的政权呢 也换了新的国旗 新的国号 甚至也扶持了新的天皇 说自己才是日本的正统 所以大陆的天皇派他是个反贼 所以这两派呢 在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日本 大陆的天皇派洗脑大陆人民 你们是天皇正统 你们是日本正统 有一天咱要反攻回日本岛内 完成祖国统一 请问一下 这对于你们大陆人来说是合理的吗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清醒的大陆人出来说 我们应该要独立或是修宪 把日本国的国民改回中国 与那个在日本新建立的国家要有所切割 这第一个不仅可以避免掉 我们跟新日本的混淆之外 我们也不是日本人 我们是中国人 但你们这个理念 不仅会被在大陆接受日本洗脑教育的人打压 也会被圆在日本岛的新日本国打压 那新日本国就会说你们是日本人接受一日政策 你们自古以来就是大和民主的子孙 这个所谓的天皇派啊 天皇当局领导人啊 在大陆地区搞中毒搞入毒 你们敢搞中毒敢搞入毒 我就无同你们 但是退一万步来说 即便你们不搞所谓的脱离天皇派的日本大陆 或是改名修宪 但事实上你们跟新日本还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对吧 把以上这些名词日本大陆替换成中华民国 把大陆替换成台湾 把新日本替换成中共国 把天皇派替换成国民政府或是中华民国政府 皆可 把中国人代替成台湾人 把日本人替换成中国人 把一日政策替换成一中政策 这样的脉络应该简单明了吧 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 他说自己不是小粉红 但他又说我们迟早要被换护照等 我们来看他的留言 你的认知有问题 中华民国是要改名的 一定会有战争 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线 我们可以有个胞弟 但是这个胞弟要是敢改姓 要经过家里的同意才行 我们就以中华民国立场的论述来看 中华民国是弟弟 1912年成立的叫做弟弟 49年成立的叫做哥哥 我的天哪 谁的认知有问题 啊再来讲齁 好啦即便给你算胞弟或是包哥啦 随便你啦 家人要是改名需要经过家里的同意 是啊今天我弟要改名 讲真的过我屁事啊 我会怎么做 我了解一下 听他的原因 决定权在他身上 我没有权利去阻止他 对吧这不是我的权利 因为他是我弟他不是我 那是他的人生 对吧这是普世价值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思想是大中华大一统 换句话说 国共内战还没结束 理论上到今天也没有停战 说白了真要动 早就能让台湾回归了 只是大陆不想这么做 有没有 不是我不能入籍美国 是我不想 美国求我还不愿意 就是嘴巴一定要赢 而且我们再来讲句实在话 你说国共内战还没结束 国共内战如果还没结束的话 就代表你们是在中华民国的内战 因为你们国家还没有成立 所以你把它叫做内战 这个逻辑这样才是正确的 如果你说他是内战的话 第一个你就否认了现在你们的国家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你们是中华民国叛乱组织 在中国大陆地区内战 因为还没停战 所以你也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 逻辑是这样吧 最后我们再来看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 来我们来到美国的免签计划旅行授权 EXTA来看 简单来说一下 台美之间虽然免签 但是还要去网路上填这份资料 问你很简单 你有没有去过哪里 你有没有得过什么病 你有没有违法过 诸如此类就这样很简单 基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过了 基本上过关率95%吧 除非你勾选你曾经犯过罪 你S过人 那基本上这样的人才不会过 像美国的这个EXTA 日本人瑞士人 英国人 韩国人去美国之前都要填写 好我们来这个网页看一下 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免签计划的网站 来 他写着中文 然后放着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请问这个中华民国是代表着台湾呢 还是代表着所谓的大陆呢 创立新的申请 个人申请 出身国家是台湾耶 啊怎么有这个选项 啊怎么不是出身地区 去年11月12月去了两次日本 在日本的这个出入境国家 他是给我写台湾 包含我买机票上的国籍啊 他也是给我写台湾 所以不管叫republic of china 或者是台湾 都是在指我们 因为他今天不是说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不就事实证明了吗 所以你才会说我们的护照 迟早要被换掉 那你的心思不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吗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国家 但你还是想着要所谓的收复我们 不然你怎么说我们要换护照呢 你还说你不是小粉红 小粉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 拥有极大的民族主义 不能从所谓的中国文化圈 或者中国领土自己独立出去 这就是小粉红啊 不是说小粉红就是 无脑的爱中国共产党而已哦 小粉红还包含了大一统思想 所以你有你就是小粉红 这样听懂吗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十八个回合见了 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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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